儿童由于它特殊了神经系统的特点 在发热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抽搐 我们叫高热精觉 这种大部分是建于六个月以上 三岁以下的孩子比较多见 主要是因为高热因素的刺激 导致了这种孩子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一个泛化 使他出现了一个抽搐 这种孩子第一要注意了及时的退热 对于高热精觉的孩子 我们一般建议他在发热的时候 比一般的孩子要提早用退热药 第二个就是如果有高热精觉了 病史在第二次发热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用一些 比如说Lumina之类的预防性的药物 预防它进行抽搐 再一个如果这种孩子 在发热抽搐的情况下精神比较差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来由医生来保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